大家好,8月22日星期二 日本政府今天宣布 在後日星期四 將經處理過的福島合污水倒入大海 這件事已經說了兩年多了 日本政府最先在2021年4月宣布 將稀釋的福島合污水倒入大海 自此議題進入公眾視線 一直都有爭論,一直都有討論 來到這一刻,真是缺責時候 因為星期四倒入大 作為一般市民、平民百姓 香港人星期四之後 還會不會吃日本魚生呢? 那些好吃的拖羅、海膽、油甘魚、赤貝 香港人還敢不敢吃呢? 還有日本的水果 又多水又多汁又香甜的蜜桃 那還吃不吃呢? 日本的食肆 香港的日本餐廳 率先出來叫救命 因為他們說過去這幾個月 早已有日本傳媒說 8月就會倒入核污水 因為有這樣的報道 早已過去這幾個月 生意不見了一兩成 現在預計星期四真的去到 生意還會跌得更厲害 有人說生意會不少 可能會少了四成五成 少五成的生意 你說多嚴重呢? 那些日本食肆 真是可謂 是沐漏近兼連夜雨 因為整個香港的零售飲食業 早已說很慘 因為香港人不想消費 去了深圳吃喝玩樂 已經失去了一大部分生意 現在這些日本的食肆 更加首當其衝 就是一旦核污水排放了之後 又少了一段生意 因為那些人不敢光顧 所以他們是特別慘 那我自己針對這個議題 其實過去這幾個月 見到朋友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問他這個問題 就說如果日本真的去排核污水 那你還會不會吃日本魚生呢? 這個問題某程度是有些抽空去問的 因為呢 特區政府現在就會進行比較嚴格的限制 一旦日本排了核污水之後 就跟緊跟北京 我們會有十個都圓的海產 都是進不了香港的 但是我問朋友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細緻 純粹就是問一個 他那個感覺 即是他即時的選擇 就是一旦排放了核污水 那你還吃不吃日本魚生 無論在香港吃或者去日本吃 那出來的答案呢 大部分人 竟然大部分人都說是不怕的 只有小部分人說會擔心 會不吃 比例是達到八比二 八成的人說不怕會繼續吃 兩成的就說會擔心會不吃 這個這樣的 就是 我問一些朋友 得到這樣的結果 跟剛剛我提到日本食肆的說法很不同 為什麼一方面日本食肆說生意會大受影響 但是我問一些朋友 身邊的人 大部分人都說不怕 當然我問那些朋友 就不是一個科學的統計 始終都是隨口去問 隨口去答 人家做科學統計那些 要計算很多東西 怎樣抽樣 那我沒有了 還有我的sampling 最多就是十幾個人 二十幾個人 所以就不可以 不是一個科學的統計 不過我是拿一個觀感 拿一個民間的反應 那我的朋友 他普遍說答那些說不怕那些 他怎樣說呢 他們就說 因為對日本政府 處理食物安全有信心 覺得一向他們在植物的處理上 都給大家覺得日本的食物很乾淨 很衛生 所以就投意信任一票 那甚至有朋友 在我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主動說 我擔心大亞灣核電廠的污水 倒入海 就多過這個日本福島的核污水 那真的有朋友 就是這樣來回應我 那所以聽他們這樣說完之後 我更加覺得 現在去討論這個核污水排放 下海的問題 和當日打疫苗 就是新冠的時候打疫苗 是有類似的地方 就是兩者表面上 好像是一個科學問題 但是骨子類其實是信心問題 為什麼說表面是科學問題 骨子類是信心問題呢 沒錯 新冠疫苗 其實當時已經有很多討論 科學說疫苗是有幫助的 疫苗是沒有你們擔心的副作用之類之類之類 那些物質有多大的害處 這些本面上全部都是科學問題 但是 民心一般人一般市民大眾 他是不是具備那個所謂的專業科學知識 去判斷這個問題可信不可信呢 所以一般人是怎樣呢 一般人就信專家 信科學家 但是你用回疫苗的時候來講法 喂 A專家又說這樣 B專家又說另一件事 A專家說支持 Biel專家又說有些擔心 其實最初是這樣的 所以你叫市民 究竟我信A專家說好 還是信B專家好呢 同樣其實 這個牌坊 核污水的問題也是 我舉個例子 用剛才 我說有朋友說他擔心大雅灣 那個核污水島下海 就多過福島 如果看回 其實最近 讀賣新聞 就是有類似的報導 就說內地的核電站 你看回它出來公開的數據 它排多少多少的核污水下海的時候 裡面有多少多少的物質 好像多過福島 核污水那裡 稀釋了的核污水那裡 這個讀賣新聞有這樣的說法 然後你可以看回 遠一點 我剛才說 日本政府是 2021年宣布這個做法 當時還有眾新聞 現在眾新聞已經不存在 當時眾新聞也有做過類似的報導 就說 看回一些官方公開的數據 大雅灣核電站 排下海的核污水 那裡某些物質 那個叫做流 這樣的物質 好像更多 現在的福島 排下海那些 於是有一個這樣的報導 所以我的朋友 為什麼會說 擔心大雅灣的福島 其實是基於這些報導 但是 我又看回 因為朋友這樣說的時候 我要跟大家去分析的時候 我就要找回清楚資料 我看到其實在香港 無論香港和內地 都有專家出來反駁這個論調 比如香港有地球之友 香港核學會出來說過 他們不同意把大雅灣核電廠的核污水 和福島核污水直接比較 他們認為兩者是不應該比較的 為什麼呢 簡而言之 就是 大雅灣的核污水是一些 日常運作出現的污水 而福島的核污水是經過重大事故 當時洩漏、爆炸等等 所以 高度總結就是 福島的污水 福島的核污水 是比大雅灣的核污水 是毒很多的 所以就不可以直接比較 但是 我們作為一般人 你 我只是聽他們說 我分辨不到 究竟他說的話 是不是真的毒很多呢 但是同樣說某一種物質 都是說那種物質 那為什麼 那種物質 那為什麼 難道在大雅灣的那些物質 就沒有那麼毒 在福島的那些物質 那同樣都是一個物質 這些 我們一般市民大眾 是很難去分辨 那麼專業、那麼細緻 誰是誰非 所以一般說到最後 就是一個信任問題 可能你說 信這個 你的科學註識 信權威 那你出來 去說的時候 你解釋得清楚 你就多些據說服力 是不是 所以 我就說一樣 就是作於 以 疫苗也好 核污水的問題也好 說穿料呢 表面是科學問題 跟著就是 信心問題 就是我對你 出來這樣說的時候 我對你有沒有信心 說到這裡 我想呢 補充一下 譬如特區政府 補一筆 在整個討論 那 政府就說 現在 之前已經有言在先 如果 日本排核污水 就會限制日本 十個 都圓的 水產 農產品 那些入口 更嚴格的規定 這個 法圍 確實是比當時 福島發生 核洩漏事故 更嚴格的做法 因為之前 是限制福島 和相關有四個 比較近的 縣、刀 但現在是限制十個 都圓 連東京都限制了 那 集區政府一路就說 以科學為本 但是 如果大家問 我真的看不到 我都去了解 看他的 出來的新聞稿 講法 其實解不了給大家聽 為什麼現在 比當日 要更嚴格的限制 更多的地方 要受 受管制 受限制 其實 如果你說是科學的 你應該 講多些數據 科學數據出來 去 疾死我們 令到 一般民眾 都可以明白 這個 為什麼做這個決定 又例如 大瓦灣核污水的問題 其實 與其找地猴之有 香港核河會 那些 特區政府更應該 用更嚴謹的數據 令公眾更明白 起碼我那個朋友 跟我說的時候 他不會再有誤解 就說 大瓦灣那裡更嚴重 這些是特區政府的責任 但是 他在這個解說 近乎沒有 一邊就說 以科學為本 去做這個限制 科學為本 去做這個限制 大家都不明白 科學為本 即是怎樣科學呢 如果你在科學為本 你可以很清晰 畫一個定義給大家聽 就是 什麼時候收什麼時候放 現在 它過了科學哪條線 所以你限制它 它一旦在科學上 它可以低過哪條線 你又可以開放 你可以這樣做 但特區政府是沒有的 當你解說不足的時候 人家又怎樣對你有信心呢 就是這個 你可以看到 特區政府在處理這次 核污水的問題 那個不足之處 回到剛才 我就說 為什麼我觀感 就是問我的朋友觀感的時候 那麼多人說不擔心 會繼續吃日本魚生 但同一時間 日本食肆 會覺得生意會大減 兩者表面有矛盾 但是 如果從一個實情出發 我覺得兩者是可以並存 為什麼呢 不是說我的朋友 回答我的時候 說謊 隨後說 而是一般人 他說 他有信心 他覺得 沒問題 但是 他是不是一定要吃呢 我覺得這件事分兩個層次 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 我是不是需要做白老鼠呢 我其實現在是不是不吃日本魚生不行呢 其實我又可以吃韓國菜 又可以吃韓國菜 又可以吃韓國菜 又可以吃越南菜 其實很多很多很多選擇 跟著 上海菜 就是 村菜 在香港 你好像很多口味去選擇 我不一定要吃日本菜 那我為什麼要在現在這個風頭火勢 去吃日本菜呢 我相信一般人 有信心就好 沒有信心就好 其實都會看定些 如果我被迫 整班朋友 個個都說要去吃日本菜 那我剛才答說不擔心我的朋友 我認為他們覺得他吃都沒問題 但是如果被他選擇的 自己的 或者由他做主的 一兩個兩三個朋友去的時候 大家討論他吃什麼的時候 為什麼不遲些才吃日本菜 看定些 因為香港人都是聰明的 看定些 所以 短期內 我認為 都是會有影響 剛才說信心問題 其實我自己去處理這個 究竟吃不吃日本魚生 擔不擔心問題 其實我自己一路 都有一件事 是 是幾招頭的 我本人對於 你現在說核 都是很有戒心的 所以對於核廢水 倒入海裡 我覺得污染的環境 我也是很一般 不過同一時間 我就很相信 歐盟的食物安全 我以往是超級市場 當然我以往都相信日本 但是今次在這件事的處理上 我都是難免有些疑慮 但是以外國來說 買外國的食品 我一路很相信 歐洲 歐盟對食物的管制 是很嚴謹的 我是相信歐盟 我相信美國 所以如果兩樣東西給我選 歐盟的食物 美國的食物 我一定是買歐洲的食品 在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今次 我都會覺得 歐盟這麼嚴格 但是他現在還是接受 日本處理福島核污水 說他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你說整件事 怎麼會完全沒有政治 我當然不會相信 整件事是沒有政治的考慮 因為大家看到 日本今天出來宣布說 後日去倒核污水 時間點是什麼 就是美日韓領導人 見完之後出來宣布 我覺得這個 我相信這個不政治是巧合 所以說日本政府 在整件事上 不考慮國際社會 是不完全正確的 他有考慮的 不過他是更考慮 某些國際社會 對另一些國際社會 沒有那麼考慮 我覺得這個是相對 是準確一點的說法 他不是不考慮 他不是完全沒有考慮 但是即使你說他有 整件事有政治的想法 各與各之間 但是那些都是民主國家 他在面對自己本國的國民 所以始終有一條線 我政治考慮 我都不可以低過那條線 我不可以去接受一些 對我的國民 吃了之後影響他們 那個生命安全 健康的事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歐盟都去認證 那麼那個處理 應該都是很一定的 可以令人有一定的信心 但是同樣在這個前提 我自己來說 就覺得 我不是不吃不行的 即是接下來星期四 我為什麼一定要特意 那天去吃日本東西呢 我為什麼要跟自己的身體過不去呢 我為什麼要去做一個白老鼠呢 我可以先吃其他東西的 所以我相信這個是一般人 在面對現在說日本去倒核廢水的時候 一個自保的方法 我先觀望吧 我為什麼一定要吃呢 那真正呢 即可能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當人覺得真的沒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很負面的消息 傳了出來 即是看到一倒下去 出現了什麼事 那些人就會慢慢覺得 就沒有這麼去理這件事 那這又是符合 一般那個民情的情況 事實上真正的考驗 如果大家看這件事 談到核污水的問題 對香港人有多大的影響呢 可以去看就是 將來究竟 香港人會不會減少日本 因為現在特區政府還在限制日本 十個都院的食品入口 但去到日本就被謀可避了 尤其是東京 但你覺得香港人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少去了東京呢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不會 仍然都會很多人去東京 那這個顯示什麼呢 那就是覺得大無謂 其實另一個數字都可能顯示到 就是雞蛋 早前都有報導 就說日本雞蛋出口的九成 都是來了香港的 那以2012年 香港人吃了超過 一千萬隻日本雞蛋 十年之後 去到2022年 即去年 就更加誇張 數字是 4億一千三百萬隻 平均一個人 如果以729萬市民計 每人吃了接近 五十六隻半的雞蛋 一年 所以你說是不是都很厲害呢 這些數字 不過這些事件剛剛講到 信心 就是品牌的建立 在這些事情 其實是挺重要的 兩個 一個解說能力 一個就是你如何建立 市民對你的信心 在這次整個爭論裡面 我認為日本政府 當然可以解說得更多更好 不過他在香港接受 香港傳媒的訪問的時候 這個日本領事 他一次都令我很深刻 就是香港的記者就問他 現在特區政府 就限制你的日本食品 入口香港 如果你一旦傾著核污水 那麼那個日本的駐港領事 怎麼回答 就說他們會 於是那個記者就問 你會不會以牙還牙 進行報復式 那麼 日本那個駐港領事就回答 他說我們是不會以牙還牙的 我們會繼續怎樣 希望以事論事 去說服到特區政府去放寬 這個答案當時令我很深刻 覺得他答得非常得體 由此我想說 一件事 你要建立別人對你的信心 是要全方位 和很多時間積累的 點點滴滴 慢慢去做的時候 才得到別人的信心 那個尊重 這件事是個長期的工作 好 今天和大家講這個議題 談到這裡 拜拜